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5月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自从工卫危机爆发以来 加拿大的经济就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5月7日,谷歌旗下的Sidework Labs宣布 由于疫情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 决定终止一直以来饱受批评的 多伦多无冰智慧城的开发项目 据本地英文媒体Global News报道 Sideworks Labs首席执行官Dem在本周四七日宣布 2017年11月,Sideworks Labs和多伦多冰水区开始计划 对Keyside达成共同愿景 通过技术和城市设计的创新 建造一个从根本上更具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的社区 自该项目开始以来 我见到多伦多无数市民 为有可能改善所有人的城市生活而感到兴奋 现在Sideworks Labs不再从事Geyside项目 实在是令人非常悲伤和失望 Sideworks Labs原计划为该项目花费13亿 创造4万多个就业岗位 年收入43亿元 并在2040年前吸引至少380亿的投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多伦多贸易委员会 都非常重视与Sideworks Labs的合作 希望能将多伦多打造成全球创新中心 吸引投资 但同时 有很多团体对民主、隐私和创新的负面影响 表达了担忧 Sideworks Labs于去年6月公布了一份名为 《明日多伦多的项目规划书》 长达1500页 包括成长、领先科技 以及前瞻性都市设计理念 涵盖都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中有几大亮点 一、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木材建造的社区 数千个价格实惠和低于市场价的住房单位 包括1700个廉价住宅和20%的中产住宅 二、建造一个名为Parlament Plaza的公共空间 提供更多行人空间 以及提供各个年龄段的游乐场 打造一个遮风挡雨全年均可使用的户外空间 三、新的移动创新 包括价值12亿的轻轨交通、行人和自行车基础设施 以及加热自行车道和智能交通信号灯 四、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85% 将成为北美最大的气候正效益区 五、谷歌加拿大总部将占据Villow West的五分之三区域 面积达19英亩 不过对该项目的担忧很多 多伦多冰水区数字战略咨询小组的一份报告 质疑了所建设的社区的数据生成和管理方式 该项目最初设想占地为77公顷 但后来缩减为4.8公顷 不过现在可好了 一切都泡汤了 疫情中的服装零售商还有额外麻烦 冬季库存到春天已卖不动 更不用说时令将进入夏季 因此许多服装品牌 因撑不过疫情所带来的寒冬 店铺纷纷关闭 面临着倒闭及破产的危机 5月份仅刚刚过去了一周 而就在7天里 已经有两家品牌申请破产保护 一家是被大家所熟知的 Auto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 Auto于1972年在蒙特利尔成立 发展到拥有遍布全球100个国家的 3000个旗舰店 5月7日 Auto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 该公司正在寻求加拿大和美国的法院 申请债权人保护和业务重组 首席执行官David说 在过去的几年中 零售业经历了快速而重大的变化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应对这些挑战的业务转型方面 我们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大流行的影响 给我们的业务和现金流 带来了太大压力 而另一家快步型的 加拿大本土品牌则是Redmus 这同样是一家服装品牌 该品牌表示 其成本控制措施将不足以 为公司的运营提供资金 因此必须要获得新的融资 否则公司将会面临倒闭的危险 目前该品牌已经关闭了 所有零售店 旨在网上经营 不仅加拿大 全球的服装行业 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隔壁美国更是超多知名品牌 都快挺不下去了 其中包括许多华人熟知的品牌 比如Jekru Gap Lord & Teller等等 就连北美华人常去的 Nordstrom也在本周宣布 计划永久关闭 16家美国的实体店 还有这家美国具有100年历史的 超老牌连锁百货公司 Namer Markers 因欠款约近50亿美金 已经申请破产保护 除了这些服装领售商垂死挣扎外 餐饮界也有不少商家 没有撑过疫情 被禁止唐食的餐厅 设法靠着外卖赚取些许收入 但都陷入了财务困难 许多知名的餐厅都宣布永久关闭 据英文媒体CDB News报道 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在疫情结束之后 安省的众多餐馆将很难重新营业 这份调查数据显示 等到城市重启放松限制后 安省大多餐饮服务企业 也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重新营业 这项调查于5月1日至5月5日进行 其中有70%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非常担心在未来三个月 没有足够的钱支付租金等支出 代表全国食品服务业的组织 Resturance Canada透露 如果情况无法得到改善 安省的餐饮服务销售额 可能会下降多达70亿加元 并导致该行业失去30万个工作岗位 此外 该组织的副总裁James表示 面对现金流不足和债务问题 安省多达3万8000家餐厅 很难继续维持 面对着疫情带来的挑战 该机构呼吁政府 可以为大多数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直到他们可以慢慢恢复运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联邦政府决定将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计划延长至6月之后 以协助启动经济及增加就业机会 更多的细节会在下周公布 他表示截止5月4日 1月9.6万名雇主申请紧急工资补贴计划 覆盖的员工达到170万 联邦政府推出的紧急工资补贴计划 原定于6月初结束 特鲁多又表示 联邦创新部长贝恩将会领导一个工业策略委员会 该委员会将会深入探讨 疫情如何影响特定行业 及如何为有关行业提供最佳支援 另外联邦组一部长吉尔伯特 于周五8日下午会公布更多有关 政府如何支援艺术文化与业余运动的 5亿元一揽子计划的细节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近200万人失业 3月份的失业人数是100万人 这时的疫情下 加拿大总共已有300万人失业 与此同时 由于几乎所有的非必须服务和生意都关闭 还有数百万加拿大人的收入急剧下降 过去两个月 联邦政府推出了总额超过1500亿元的经济援助计划 其中加拿大紧急应对福利金 为失业的加拿大人提供每月2000元的补助 已有至少770万人申请 特鲁多周五表示 随着各省和地区在今后几个月逐步重新开放 CRB的需求越来越少 工资补贴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拿大商会称 最新的失业数字惊人 并说 如果企业没有找到办法适应新的生意模式 例如提供虚拟或递送服务 情况可能会更糟 加拿大商会主席在一份声明中说 关键的是 一旦经济重启 企业是否能够迅速重新的雇请新员工 联邦就业部长表示 当前的失业率表明公共卫生危机的和遏制措施 对国民经济产生真实的影响 所有行业 所有省份 所有社区都不能幸免 他承诺 考虑延长人们可以申请某些福利的时间 政府将通过5月份申请工资补贴的人数 了解有多少加拿大人重新返回工作岗位 部长表示 政府正在谈论 下一阶段将提供什么支持 加拿大统计局将发布4月份的失业数字 共失去199.38万工作 失业率飙升至13% 这是加拿大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失业率 最高失业率记录为1982年的13.1% 不过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情况 因为根据金融市场数据公司的数据 显示 经济学家在此前平均预期会损失400万个工作岗位 失业率将达到18% 据CTV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将发布4月份的失业数字 4月是加拿大因新冠流行关闭经济的第一个完整院 除基本工人外 所有其他人都待在家里 3月份已有一共100万人失业 失业率一下子飙升至7.8% 加拿大人瞬间感受到这种大流行的摧毁力量 3月中旬开始关闭非必需生意 第一步重新开放正在计划之中 为了缓解大流行带来的冲击 特鲁多政府拨出了约1500亿元的各项福利 包括CRB 75%的工资补贴 商用租金补贴 以及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以帮助受重创的个人和部门 包括学生 农民 艺术家和一线基本工人 预计特鲁多将在今天的美日媒体发布会上提到 如何应对灾难性的失业人数 并强调联邦政府试图提供的所有帮助方式 预计这些数字肯定会为反对党和其他批评家们提供证据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各种紧急援助计划无法满足需要 使一些加拿大人和企业望而却步 特鲁多已承诺将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 财政委员会主席Jim EPS也表示 不排除将这笔350亿元的CRB救济金申领时间 从最初规定的4个月延长 到目前为止 已有750万加拿大人从该计划中获得了财政支持 但是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估计 约有140万个失业的加拿大人因不符合条件而没有获得失业救济金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 由指联邦政府已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请 以涉及国家安全机密资料为由 要求无向华为方披露一些资料 但未披露细节 据Global电视报道 加拿大官员已向法院提出申请 以防止在孟晚舟引渡案中 披露他们所称的敏感资料 官员在该项向联邦法院提出的申请文件中 假如相关文件被披露 文件将下令交给孟晚舟的法律团队 届时将会损害家国的国家安全 该项申请是由司法部国家安全小组提出 要求法庭颁令禁止公开该份文件 相关申请细节迄今没有披露 据根据加拿大证据法 政府可以基于国家安全理由 从法庭诉讼中扣起一些资料 有关聆讯已在本周二举行 下一次聆讯定在5月19日进行 在2018年12月1日 加拿大皇家骑警应美国要求 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拘捕转机的孟晚舟 她因为涉嫌违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 而面临欺诈审讯 美国政府要求把她引渡到美国受审 孟晚舟被捕被指激怒了中国 并令家中关系紧张 在中国敦促渥太华撤销此案的同时 孟晚舟的律师试图以程序被滥用为由 要求法庭撤销案件 去年12月9日 卑诗省一个法官下令 加国政府要向孟晚舟的团队发布其他文件 以便孟的法律团队用在滥用程序的申请上 不过加国官员提出的申请声称 这些文件包含敏感资料 一旦公开将损害国家安全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